台南新化區國道三號北上路段 在昨天晚上八點四十分 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追撞事故 根據了解有用六輛汽車追撞 救護人員到場後 發生一名五十歲的男子受困在車內 救出後沒有生命跡象 而立民三十二歲男子投婚意識清楚 兩個人接送往台南醫院救治 救護車緊急出動赶來 就是因為台南新化區國道三號北上路段 二十二號晚上八點四十分 發生嚴重追撞事故 六部車撞成一團 其中一輛還翻覆在內側車道 警察拿著手電筒檢查車輛 不過車體許多都扭曲變形 據了解其中一名五十歲的男子 一度受困在車內 脫困時早已沒有生命跡象 沒有一名三十二歲男子受傷 投婚但意識清楚 兩人都送往醫院急救 我的車子旁邊有他撞的那個藍色的藍色 他的車是藍色藍色的那個刮 刮得很一定會會受到驚嚇 一旁遭波及的駕駛募集全程 驚魂未定 國道八隊初步調查 小貨車原本行駛在外側車道 突然側翻偏向中線車道 追撞到側前方的賓士車 再遭後方來車追撞 停在中內側車道交界 車禍現場一片凌亂 交通也受到影響 目前初步排除酒駕肇事 不過車禍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